好 我们有听过高粱香肠 有听过草莓香肠 但是你知道当归也能够做成香肠吗 花莲县乐和部落 把当地特产的新鲜有机当归 加上了猪后腿肉等 制成了养生当归香肠 口感非常的独特 也为社区带来了欣赏集 您吃过当归香肠吗 12年前退休 宜居花莲县的李建新 在玉里镇乐和部落种植当归 把当归 当归叶制成香肠 口感独特 也为当地特产开发新香肌 他和社区民众涉探卖养生当归香肠 不到三个小时就全部卖光 口感如何 那个绿色的是当归叶 当归叶啊 跟你们啊 跟也在里面 当然在里面 那是新的一个创业 有新的地方的产业 现在外面的东西都菜籽 当归是常用中药 用的是干燥的快筋 李建新将新鲜的当归 当归叶加上猪后腿肉 制成香肠 既有传统香肠的口感 还有当归的滋补 因为当归本身在我们食材里面用的好 那我们也讲是说 因为自己做的很新鲜的东西 所以相对它给搭配很多不同的香肠 那香肠就是这种很普遍力量 这些人都花得非常喜欢吃的 搭配这种不同的感觉非常好 当归是玉璃镇的特产 也是任何部落主要作物 李建新开发出当归香肠 将特产成为特色小吃 不只拓展当归的用途 也为社区带进新商期 联合报段红宇花莲报道